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1年5月13日 星期四 緬甸 發動政變 已經到了今天 已經是101日 那麼 死傷無數 總共 平民被殺的已經有700多人 大量人受傷 平民連小朋友的軍隊也不放過 但是 但是 現在 整個緬甸可以說是 全民也有 激烈的抗爭 甚至乎他們已經組成了 很多的武裝組織 民兵組織 也有地方的武裝力量 現在緬甸的局勢可以說 接近 有機會去到全面內戰的階段 現在我們看看整個 地緣政治的局勢 支持緬甸的其實也不少 起碼旁邊的泰國軍政府也是支持 因為純亡齒寒 他覺得大家自己人來的 大家也是發動軍事政變 所以 緬甸的 軍政府得到泰國軍政府的支持 也有中共最後的後台撐腰 但是 在緬甸 以及這幾個國家 俗稱是金三國 以及廖國 柬埔寨 泰國的邊境 這幾個地方 就有 不同的少數民族 其實緬甸有很多的邦 之前我們有說過的就是若開邦的羅興亞人 另外在其他還有 和善邦 雅邦 那些全部都是 一個 一個 基本上是不同的民族 善邦也有果感 善邦是最大的 緬甸是最大的 他有一個 果感 那個也是一個反抗軍 也有一些 華人的力量 大家之前有看過電影就知道了 劉德華拍過一套議域 說一些國民黨軍隊潛伏 或者已經是 逃到 緬甸入境內 當時被共產黨追殺 逃到這裡 在這裡建立了自己的根據地 我們以前如果有看電影 經常都看到了 又說是昆沙 又說是羅星漢 那些就是 去到當地 種 鴉片的一些軍法 當時其實也是國民黨的殘暴 殘餘部隊 好了 所以緬甸的局勢從來都不平靜 只是他有一個軍政府控制著這個國家的局勢 但是當現在 越來越多的人民 加入這些反抗組織 甚至乎 是 用他們的 資金 用他們的財政去支持的話 緬甸其實是很難維持這個國家下去的 好了 我們現在看到一個很特別的消息 緬甸我們之前有說過 除了有 組織成立 軍事組織 武裝組織 也有暗殺部隊 專門暗殺一些 負責屠殺的軍方人員 以及執行 軍方 屠殺命令的政府官員 甚至乎他們的家人 也是受到炸彈襲擊 我看到有些 內地的朋友 作為評論 他們說禍不及妻儀 但是 緬甸的軍隊已經向平民開槍 連小朋友也不放過 有個小女兒 只有六歲 一個軍人坐在他家的時候 他很害怕 然後軍人一槍就打爆他的頭 不需要害怕 就這樣打爆他的頭 這些行為 基本上我告訴你 是以牙還牙 以眼還眼的 作為一個 反抗的武裝分子 人家已經是去到種族滅絕 已經是去到大屠殺 如果你不是反抗 連他的家人也殺死了 你沒有辦法 可以生存下去 所以 絕對不符合 什麼叫禍不及妻儀 你說他的家人 完全不知道 為什麼你的老公 為什麼你的爸爸去殺人的時候 你們 不會勸說他呢 你不知道 跟阿力一樣 你不知道 你沒有聽過 所以 基本上沒有人無辜的 完全沒有人無辜的 那個六歲的小女孩無辜的嗎 那個活該死的嗎 但是除了 有全民的參與 有很多人加入了武裝組織 另外也有 有一班飛機師 他們是賭國 他們不願意再執行這個空襲 空襲一些平民 甚至乎他們把這些飛機調轉窗頭 向 進攻這些穿落的 緬甸軍隊的軍營 轟炸 造成幾十人死亡 幾百人受傷 整個軍營就癱瘓 我們看到 革命可以成功 每個地方革命可以成功 都是需要有軍人 的叛變 蘇東波第一波 羅馬尼亞 獨裁者壽西斯古 他之所以能夠迅速滅亡 是因為當地的警察拒絕 屠殺 拒絕執行屠殺 而我們香港 失敗 是因為我們 不僅警察不拒絕執行屠殺 而且是落於屠殺 所以 香港的情況是跟其他地方不同的 亦都不能夠 完全類比 因為香港 是一個 只是講錢的城市 即使 在這個 時代革命之後 很多人 那種價值觀改變了 但是 警察沒有改變 因為他仍然是新高良準 在這個疫情之下 衝擊之下 全香港的人 很多人失業 很多人找不到吃 很多人在勒扶頭 但是公務員糧照出 還有OT 他們享受 前所未有的利益 所以他們是不會賭歌的 我們看到 羅馬尼亞就是因為有軍人的 賭歌 有警察的賭歌 所以他們迅速將壽西斯 拘捕 在聖誕節那天 將他們兩高破槍斃 好了 我們再看看 這個太軟了 1989年12月 我們再看看最近的 烏克蘭 烏克蘭 革命成功 也是因為軍人賭歌 他們拒絕執行屠殺這個人民 的命令 最後 這個當時的總統 是要逃亡去 俄羅斯 我們看到 如果是軍人賭歌 我們是沒有辦法 是會有機會取得勝利的 但是為什麼軍人會賭歌呢 是因為他們國內 有一股強大的力量 而香港 暫時 沒有這件事 你叫警察賭歌 你們 我們靠哪一邊 你那邊 也沒有的 你那邊還說要帶大頭粒 還說要和理非 還說這個畫面不漂亮 然後又捉鬼 他賭歌來你這裏 他豈不是輸夠眼 所以香港 是不具備軍人 或者警察賭歌的條件 因為你們 沒有任何的希望給他們 他們賭歌過來 他們會死 他們一定 只能夠以倫擊射 因為沒有可能三萬人一起賭歌 賭歌的只是一部分人 所以我們會看到很多地方會出現軍人賭歌 而香港一定不會 因為香港 沒有一個這樣的政治力量 也沒有一個這樣的人 可以 去統領這件事 好了 我們再說回 這次緬甸 有 很多的明星 是下了水 他們本身 可能有幾百萬的follow 可能有幾百萬的fans 但是現在他們 不是 要跟大家說 我們要拍照 我們打國際打卡事 我們出Facebook 我們在Twitter上面 呼籲 國際關注我們 不是拍一張照 參加過國際 萬國小姐 選美大賽的演員 因為這個我不懂得讀了 三個字 也不懂得怎麼拼出來 星期二 11日 在Facebook表示 加入當地的民族反抗組織 武裝對抗 緬甸軍政府 他說 是時候反擊了 並預備付出性命 現年32歲 是一個演員和體操教練 在2013年 他代表緬甸參加泰國舉行的選美大賽 叫做國際萬國小姐 那麼他 Facebook上了自己穿黑衣 背著突擊步槍的照 就說 該反擊的時候到了 無論你拿著武器 筆 鍵盤 或是向民主運動捐款 每個人必須盡一己之力 讓革命成功 他說會揭盡全力反擊 他應預備好放棄一切 甚至付出性命 但是 剛才他說的 每個人 都是要做 但是不只是在北 不只是在鍵盤 或者只是 排隊去黃店吃飯 這樣是不夠的 如果武裝力量支持 革命 是不可能會成功的 現在千萬不要再說什麼甘地 再說什麼孟德拉 你們只會被屠殺 盡 殺盡為止 因為 如果 共產黨是會跟你說這件事的話 一早就不是共產黨 共產黨是靠殺人起家的 而且他是殺全世界最多的人口的一個組織 比起 納粹殺得更加多 好 緬甸 當然 屠殺是沒有停過 當地人權組織 政治反援助協會的資料 截至 星期二 即是12日的夜晚 全國自軍事政變以來有785人 在 這次 政變之中 被殺 路透社報導 星期三在緬甸第二大城市 萬德勒 就有反政變的集會 遭到緬甸保安部隊開槍驅散 報導引述四個目擊者指 當時有便衣警員由車輛出來 嘔打示威者和開槍 幾百人逃離現場 他們目睹大約30人被捕 而緬甸 這個局勢 可以告訴大家 是沒有 國際打卡線可以用的 因為他們知道 聯合國軍隊是不會來的 因為聯合國 是有中國和俄羅斯兩個邪惡國家在 這兩個國家是一定會行使他們的否決權 他們一定會 捍衛一些 他們的恐怖組織兄弟 一些犯罪集團兄弟 所以 他們知道 不能夠靠 聯合國 也不能夠靠外國 當然 聲援是要的 我們沒有槍沒有炮 我們聲援是要的 問題 很多時候不只是靠聲援 緬甸人 他們需要的是什麼呢 他們需要的是 武器 他們需要的是 軍人 賭戈的軍人 是武器 甚至乎他們自己成為軍人 我們看到 這位選美這位小姐也覺得很漂亮 其實 他 把自己的生命付出去 他是 緬甸 有希望 的開始 我們看到他們 是真真正正的有希望 因為他們才有機會成功 在 Facebook打卡 是永遠不會成功 所以這件事 香港是一定要學習的 如果 你還是想著可以去排隊 去光顧黃店 然後去 打卡 做了事 這樣 這一輩子 都沒有機會成功 這次時間 先說到這裏 是